警方揭发GISBH公司旗下的慈善之家 涉及性侵和虐待儿童 并救出了数百名受害者 案件再有新的进展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利·拉扎鲁丁 汇报调查工作的进度时证实 已经完成健康检查的392人 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有受到虐待的迹象 当中大部分被发现营养不良 另外警方也冻结了GISBH公司旗下的96个银行户头 涉及金额高达581,552令吉 警队一哥丹斯利·拉扎鲁丁 今天联合卫生部、社会福利局及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召开记者会 汇报GISBH公司旗下的慈善之家的案件进展 拉扎鲁丁指出 卫生部已经在昨天完成对202名男童 以及190名女童的健康筛查 结果发现受害者确实遭到虐待及不忍道的对待 其中有大部分人甚至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受害者的健康在谈到他们的福利问题时 拉扎鲁丁说 社会福利局已经就149名年龄 鉴于1岁至10岁的受害者 发出了临时监护令 并个别送往四间庇护所 而目前还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的243人 同样会分阶段送到临时监护中心 另外当局也援引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 以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41条文 冻结GISBH公司旗下的96个严堂户头 涉及的金额达到581,552令吉 有关公司名下的八辆轿车也遭到警方扣押 至于全球行动调查行动的进展 拉扎鲁丁指出 警方已经向总检察署提成了三份调查报告 让当局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警方目前已经向740人录取口供 包括30名报案人、216名证人、392名受害者 以及102名嫌犯 警队一哥承诺他们会积极调查此案 确保案件过程透明公正 以免对任何嫌犯造成不公或不当对待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